我很喜歡去不同的地方拍照 嚴格來說應該說我喜歡把我的影樓帶出界 自從在三年多之前Prophoto推出了B1之後 我的習慣都改變了很多 而到了今時今日,Prophoto推出了B1X B1X最主要在好幾方面都提升了它的功能 第一,是它的Modeling Light 由原本B1的20W的LEDModeling Light 到現在B1X變成24W 雖然只有20%的增長 但它的光度竟然有80%的增長 B1和B1X都有一個功能 就是它們叫Freeze Mode 這個Freeze Mode在你開啟之後 它的閃光時間,特別在Sight Power的時候 就會快很多 對於幫我們凝固任何水點 或者任何其他東西都會很有幫助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功能提升就是它的電 它的電量增大了67% 由原本全能力可以閃到220次 現在可以閃到325次 大家又可以帶少點電出街了 很多用過B1的攝影師都知道B1是可以用TTL和高速性的 但今次B1X再下一成 將原本只可以由7.0到10.0用到的高速性 推到它由2.0一直到10.0都用得到 B1X的硬件提升 B1X這些硬件提升 包括它的電量和摩托Line 雖然在B1上都用不到 但好消息就是 只要我們將B1做Firmware Update之後 剛才所說的所有軟體上的東西 包括High Speed Sync和Freeze Mode 都可以直接在B1上應用到 1.0 拍攝 1.1 1 3.4 65 1.2 購物 1.1 8.6